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书评 《家谱》是一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 作家兼社会学家劳伦·李维拉研究了精英律师 银行和咨询公司的招聘实践 李维拉令人不安的肖像为那些认为精英统治是神话的人提供了很多弹药 特别是Rivera发现母校至关重要 精英企业来自核心和目标学校 来自核心学校的学生受到公司的大力追捧 如果你在班上名列前茅 你可能会从目标学校挤进来 其他人也不妨不申请 课外活动比成绩更重要 公司通过有趣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休闲活动来寻找申请人 那些成绩很好但学习太多的人是书呆子 通常被排除在外 兼职支付大学学费也受到了惩罚 因为他没有表现出内在动机 公司优先考虑适合 表面上适合是指新员工顺利融入企业文化的能力 在实践中 这通常只是意味着申请人在文化和社会上与面试者相似 少数群体被要求达到更高的标准 男人经常会因为数学错误而被及格 相比之下 这些被视为女性定量能力低下的证据 黑人申请人经常因缺乏打磨而被拒绝 但白人申请人的同样行为被认为可以通过辅导来解决 刻板印象可以两全其美 例如 戏剧性的白手起家故事可能是一个卖点 然而 如果少数族裔候选人的表现引发了负面的刻板印象 可能会导致立即被拒绝 掌握微妙的阶级信号至关重要 许多品质要求申请人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微妙而难以伪造的平衡 他们既不应该傲慢也不应该温顺 他们应该是积极的见谈者 同时永远不要谈论面试官 他们应该讲述个人故事 但要保持专业性 那些融入美国上层社会的人平直觉达到了这种平衡 但对于非美国人或工人阶级来说 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自然 他得出的结论是 招聘更多的取决于阶级地位的信号 而不是认知技能 精英们把大拇指放在天平上帮助自己 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 然而他被合理化为只是一种寻找最佳结果的中立追求 了解游戏的玩法 这幅肖像反映了我在一所绝对非精英商学院上学的经历 我在一个小镇长大 我的父母都是老师 所以我们不是工人阶级 但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 我选择了我父母就读的同一所当地大学 我没有去遥远的精英学校申请 我不认识其他人 我想教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李维拉研究的招聘人员 将这种选择等同于道德失败 招聘人员认为学生们总是去他们能上的最好的学校 因为这就是游戏的玩法 为能进入最好的学校总是能力不足 这项不足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表现 入学后我决定上商学院 天真的 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创业 尽管大多数课程都是为中层管理工作开设的 我再次犯了Rivera将其与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错误 认为教育是为了获得知识 而不是表明你的智力和阶级血统 在商学院 我目睹了李维拉描述的课堂信号的衰减版本 许多课外活动被认为比课堂作业更重要 我无意中听到的关于剪裁的辩论 比学术界的辩论更多 学生们的着装选择受到了评论 那些穿着不合身西装或领带衬衫组合错误的学生 通常不太富裕引来了嘲笑 这并不是为了抱怨我的整个学校经历 我在大学里度过了一段有趣的时光 后来的事情对我来说当然很好 然而 李维拉的描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熟悉 技能对成功有多重要 鉴于我的个人历史似乎证实了李维拉的说法 我为什么强调学习是职业发展的途径 李维拉的招聘人员似乎并不认为掌握学术材料有多重要 精英证书和少留社会的休闲追求似乎更重要 即便如此 也有几种方法可以挽救后天掌握的作用 招聘人员忽略了成绩 因为学生们已经越过了很高的门槛 进入了他们招聘的学校 一旦你已经在班上名列前茅 进一步的学业成绩回报就会递减 正如一位招聘人员所描述的 学生在这些公司所做的工作 这不是火箭科学专业服务更多的依赖社会技能 而非技术技能 将Rivera的账户与精英工程公司的招聘联系起来 会很有趣 我怀疑掌握技能在工程中会更重要 因为仅仅在工作中很难掌握卓越表现所需的技能 学术知识被高估了 有些技能最好在学校学习 但另一些技能必须通过实践来学习 其中一些可能是因为后者非常具体 因此因工作而已 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这些技能 本质上是相互作用的 在这些情况下 需要真实的工作经验 而学术模拟的用处有限 精英专业服务公司的经营原则 似乎与奢侈手带相同 客户为一年级的法律助理支付高昂的费用 不是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法律理论家 而是因为他们通过精英教育和上流社会提供了声望 虽然很好 但爱马仕用来制作手提包的皮革材料特性 并不是他们售价数万美元的原因 同样 并不是学生后天的认知能力 让他们在精英公司中变得昂贵 也就是说 如果认为材料特性对服装公司来说无关紧要 或者认为技能对所有雇主来说都不重要 那就大错特错了 技能如何重要 尽管有这些资格 李维拉还是对技能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关键点 技能和信号交织在一起 雇主在雇佣和培训员工之前 无法看到员工的生产潜力 相反 他们依赖代理人 证书 面试案例和专业润色 改善你的职业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新技能 还需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展示这些技能 参加面试和成为工作中的王牌可能几乎没有重叠 大多数招聘策略都是非正式和不精确的 无数的研究证明 面试在预测员工潜力方面相对没有价值 雇主认为他们可以发现人才 但他们可能是在开玩笑 文化知识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弄清楚游戏规则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们很少被陈述 最好的玩家认为他们是显而易见的 但尽早理解这些规则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但没有意识到课外活动在美国招聘中有多么重要 在大学后期加入校内团体 并不算是对招聘人员发出内在动机的强烈承诺 他没有得到这份工作 对我来说 所有这些都表明 需要在适当的背景下看待技能 在追求一项技能来帮助你的职业生涯之前 你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很重要 了解你正在玩的游戏规则 可以帮助你决定技能投资是否有回报 不公平的无关性 对李维拉的书的预期反应是担忧 悲观 甚至可能是厌恶 读起来很难不觉得游戏被操纵了 如果人们与之无关 也许我们都会过得更好 这当然没有激励我去寻找一份银行工作 但这种感觉有些离题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成功结构和阻碍进入的守门人 总会有一些技能很重要 有些则不然 游戏的潜规则被那些成功的人视为显而易见 但被外界所知甚少 无论你身在何处 如果你想玩就学习游戏